大家好 我是特爱聊的老王 今天咱们聊聊条顿与条顿骑士团 古罗马人将罗马文明世界之外的人都成为野蛮人 西北方向来因河以西的野蛮人叫高路人 而来因河以东 多脑河以北 北海之间的这一个地区的人 就统称为条顿人 条顿的拉丁语是Tuyton 英语后来借用了这个词 但按照英语的发音习惯把它读作Tuyton 所以中文的条顿就是对拉丁文的条顿这个词的英语发音的音译 而因为罗马人借用了古高鲁语的说法 将条顿人的后裔所生活的这个区域称为日尔曼尼亚 意思就是日尔曼人的地方 所以他们后来也被称为日尔曼人 日尔曼这个说法是中文对英语 这是一个从拉丁文演化而来的英文对日尔曼尼亚人的称谓 而德意志这个说法是直到中世纪才出现的 它来自德语 是中文对德语Doyce的音译 是指的日尔曼尼亚地区说德语的各个种族对自己的一个自称 所谓德语就是相对于拉丁语而言的一种方言图语 简单来说条顿的词译要比日尔曼大 而日尔曼的词译要比德意志大 因为古代的条顿人不仅仅是指生活在日尔曼尼亚行省内的人 而生活在日尔曼尼亚行省内的人也不全是说德语的 古代日尔曼尼亚人也不是一个民族 而是一个民族集团 比如昂格鲁萨克逊人 法兰克人 汪达尔人 伯根地人和戈特人就是从其中分离出来的五大分支 他们都算是古代日尔曼人 条顿骑士团是欧洲历史上三个最著名的宗教骑士团之一 另外两个是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 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只听命于教皇 而不接受任何国王领主或者主教的管辖 所谓骑士团就是由骑士们组建的军事组织 因为带有强烈的宗教性质 为宗教而战 效忠教皇 所以成为宗教骑士团 简单的说就是武装教士 是属于基督教的所谓军事修道会 条顿骑士团的全称是耶路撒冷圣马利亚医院 条顿兄弟骑士团 简称条顿骑士团 在三大宗教骑士团中成立的最晚 一般认为是1190年 在耶路撒冷的阿卡成立 因为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是 英法和神圣罗马帝国组成的天主教邻军 所以有很多的德一制骑士参与了东征 当时来自布莱梅和吕贝克的骑士 就自己组建了一个德一制人的医院修会 专门为德一制人提供医疗救助 1198年 教皇塞莱斯汀三世颁发特许状 批准修会成员也可以参与军事作战和城堡住房 由此条顿骑士团就开始成为和圣殿骑士团 和医院骑士团一样的军事修会 并执行同样的团规 虽然条顿骑士团与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并称三大骑士团 但是条顿骑士团的规模和财产要比前两者小很多 它实际上是因为13世纪初 医院骑士团需要借助条顿骑士团的帮助 共同对抗势力最大的圣殿骑士团 才得以生存并出现发展起来的 1226年骑士团成员波兰东北部的马作辐射公爵康拉德一世 请求骑士团帮助他保卫边境 并征讨普鲁市地区的原住民 经过大约8年的征战 到1234年条顿骑士团控制了普鲁市全境 所以教皇就将普鲁市租借给了条顿骑士团 由骑士团统治 1410年骑士团在格林瓦尔德战役中 被波兰立陶宛联军击败 包括总团长在内的全部指挥官阵亡 从此一蹶不振 1466年在13年战争中 条顿骑士团再次战败 两次战败使条顿骑士团不仅赔偿了600万格罗申 还失去了担泽和西普鲁市 虽然东普鲁市仍旧是由骑士团统治 但也必须臣服于波兰国王 成为了波兰的附庸 1512年 波兰登堡 安斯巴克分侯 费特列二世的儿子 阿尔布雷西特 当选为骑士团大团长 阿尔布雷西特当选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他与条顿骑士团的宗主 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是亲亲 齐格蒙特是阿尔布雷西特的旧父 所以当时骑士团是希望借助这层关系 解决东普鲁市的地位问题 因为虽然东普鲁市被骑士团以教皇的名义统治 但又必须承认波兰的主权 所以骑士团本身是既要忠于教皇 也要臣服波兰 阿尔布雷西特本来的计划是使条顿骑士团摆脱波兰的控制 并将东普鲁市从波兰隔走 但是引起了波兰的强烈反弹而没有成功 而后又想寻求德意志各邦国的支持 联手对付波兰 结果还是没有成功 但是就是正在阿尔布雷西特一筹莫展之际 他在威腾贝格碰到了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给他出了个主意 既然暂时摆脱不了波兰的控制 不如就借助波兰的力量先摆脱教皇的控制 具体的办法就是让他脱离罗马天主教廷改宗新教 从而把普鲁士从教皇名下的骑士团领地 变成由阿尔布雷西特家族统治的世习公国 阿尔布雷西特的哥哥格尔格 把这个想法告过了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 结果齐格蒙特一世同意了 但前提是世俗化的普鲁士必须是一块波兰的封地 效忠波兰 双方在达成一致以后签署了一个克拉科夫条约 阿尔布雷西特就切断了骑士团与罗马教廷的联系 宣布解散骑士团 正式向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宣誓效忠 而齐格蒙特一世则授予阿尔布雷西特及他的后代对普鲁士公国的统治权 就这样阿尔布雷西特逢普鲁士就成了祸亨索隆家族的第一位普鲁士公爵 普鲁士就从教皇的领地变成了世俗统治的普鲁士公国 并成为了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新教国家 1660年在瑞典波兰战争中波兰战败 波兰登堡大选地侯斐特连维连通过奥利瓦条约 取消了波兰对普鲁士的宗主权 在普鲁士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从此开启了普鲁士200多年的显赫时代 而因为普鲁士的统治阶层 基本都是来自条顿骑士和他们的后代 所以普鲁士就继承了骑士团的军事专制传统 很快发展成为了一个军事强国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普鲁士日后不仅用军事强权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也成了德国军国主义的侧原地和大本营 而普鲁士的军事贵族们 日后也成为了德国军队的中间力量 从彼斯迈到兴登堡 从伦德士塔特到曼士坦因 这些人都是出身普鲁士的融合 比如德国文化中最有力的军事象征 铁十字军章 这个可并不是纳粹的发明 而是源自条顿骑士的一个首十字事物 阿尔布雷西特宣布写散条顿骑士团之后 骑士团就失去了其所有的在普鲁士的土地 但当时还保有一部分在神圣罗马帝国 和利沃尼亚境内的土地 但是其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 在之后1524年到1525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中 基本被新教诸侯没收 在利沃尼亚的土地 又在利沃尼亚战争期间被邻国瓜分 所以实际上普鲁士的阿尔布雷西特 应该算是条顿骑士团的最后一任大团长 因为在他以后的条顿骑士团的领袖 仅仅能够控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小块领地 头衔也改成了叫德意志团长 而德意志骑士团作为条顿骑士团 朔国仅存的一个分支 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又活动了大约300年 直到1860年拿破仑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 所以到1809年 莱茵联邦境内的骑士团也基本被镇压解散 但是拿破仑倒台之后 1834年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 又宣布要归还条顿骑士团的权利 结果德意志骑士团就再次复活 奥地利皇帝就又成了骑士团的领主和保护人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骑士团主要是在医疗救助和学校教育方面 在奥地利扮演了很活跃的角色 1929年教皇庇护十一世颁布训令 再次改革了骑士团的团规 明确了条顿骑士团为纯宗教修饰会 以公益与慈善救助为本质 但是1938年德国吞变奥地利之后 骑士团就又被纳粹镇压 直到战后骑士团再次重建 条顿骑士团今天仍旧存在 它现在的正式名称是 耶路撒冷圣马利亚条顿骑士团 是纯宗教性质的修会 信守的准则是帮助守卫救治 总部涉带维也纳 目前有大约500名骑士成员 主要分布在德国和奥地利 另外说一点题外话 就是可以说改变了骑士团命运的 这位解散了条顿骑士团的 普鲁士的阿尔布莱西特 他还有一位堂兄弟 叫伯兰登堡的阿尔布莱西特 而这位伯兰登堡的阿尔布莱西特 就是与教皇利奥时事 联手发行赎罪券 导致了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始作俑者 因为当时发行赎罪券 实际上是阿尔布莱西特的主意 当时是为阿尔布莱西特 获得美因斯大主教和书籍主教的职位筹款 赎罪券实际上也只是在阿尔布莱西特 所控制的教区定向发行 而且销售所得 是阿尔布莱西特与教皇各得一半 因为赎罪券只能以教皇的名义发行 所以重建圣彼得大教堂 就成了当时对外宣称的理由 所以马丁路德可不仅仅是位神学家 他也不是仅凭一张大字报就实现宗教改革的 他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因为他成功的是霍庚索隆家族的两兄弟 都变成了他打击罗马教廷的有力武器 同时萨克三公国的君主选帝和弗里德利西三世 也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幕后支持者和庇护人